好走在路上祸从天降怎么回事呢 这是在士林夜市的邮局日前 请来工人处理屋顶的漏水 但是没有想到工人却把废弃的防火棉 直接从楼上网流下丢 结果是砸到了路过的民众 也害得路人跌倒送椅 午后一对夫妻走在人行道 一旁工人举起手咬他们 收担一下 夫妻抬头看了看 等到工人说可以走了 他们才往前 但是下一秒却祸从天降 一块废弃物不偏不倚 砸到女子的脚踝 他痛得跌坐在地送医治疗 他就是要走过去然后刚好摔倒 刚开始听到声音 然后就是蹦一声 然后也听到就是有人在 他旁边好像是他老公吧 就是有人在骂 但膝盖这边好像有点擦伤 时间回到现场 事情就发生在士林夜市 当时邮局在进行屋顶的漏水整修工程 工人在屋顶施工时 疑似便宜形式 直接把防火棉往下丢 因此也才会发生意外 实在离谱上个月中 邮局找来厂商维修 期间外面都有拉起警戒范围 但两名工人在四楼整理防火棉 却直接往下丢 虽然事后有赔偿医药费 也包红包押金 富人决定和解不提告 但警方仍依设违法 移送财阀工人以及公投 如果违反相关规定的话 我们会依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 两百胜七条 开罚三到三十万元发还 说是不需要担任的问题 本事也不需要担任的 我们是说接不下来 人在路上走或从天上来 施工还是要谨慎小心 索性没发生悲剧 否则因为不注意 酿成的可就是被害人 一身阴影 记者王军万家为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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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